這些叫聲是不是很熟悉呢? 麻雀每天都和你擦身而過 你對它們有多少認識呢? 香港官僚會日前舉行首個全港麻雀普查日 有超過400名市民 同時在香港87個不同的地方數麻雀 今次普查的麻雀叫做樹麻雀 兩個黑色的面珠燈就是他們的特徵 市民是否真的認得哪一種是他們要數的麻雀呢? 這隻不是 這隻是你的 因為它是BB來的 好像是黃色的 每個麻雀普查人手上都有一張紀錄表 讓他們一邊走一邊記錄麻雀的活動 如果在走的時候左右兩邊20米 樓高四層的地方看到有麻雀 那就要停下來寫下他們的活動 然後再幫他們拍一張照 那就完成一次紀錄了 今次大部分參加的市民都沒有什麼官僚經驗 不過香港官僚會的研究經理認為 結果仍然有參考價值 學者指出麻雀普查和人口普查相似 只是能夠估算數量 做實驗不是拿一個實質的population 我們只不過是拿一個 sample 就是去估算 所以就算你說出來的話 是不是exactly香港有這麼多隻麻雀? 只不過是我們估算最可靠的數字 今次普查記錄了樹麻雀的數量和行為等資料 有助人了解樹麻雀在香港的生活狀況 結果會在7月公布 新傳電視記者林永恩報導